好 我们下面来钻研24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作者谈了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 非常有趣 他先说 It is all very well for such thing to occur in fiction 他说这种事发生在小说之中是无可厚非的 小说嘛 没有这个戏剧性的场景 就没有人爱读了 跟生活一样平平淡淡的 那谁还看呢 好 这句话这个It帮他聚首是个形式上的主语 真正主语当然是最后的to occur in fiction 在小说中发生动词不定是真正主语 但主语太长了放在句末 在原来主语位置放了一个形式主语 那么in fiction在小说中 这明显是为了跟整个文章第一行的in novels避免重复 但novel是可数的用复数 fiction老实说了不可数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加S 那么本文中其实说了前半句 后半句他没有说 言下之意呢 这种事在生活中就不大令人可信了 你看我们可以补上后半句 It is all very well for such things to occur in fiction but in real life it is barely credible 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 这就不大令人相信了 哪有这么寸的事啊 太戏句话了 in real life 就是在现实生活之中 barely就是hardly 几乎不 credible叫令人相信的 就几乎不大令人相信了 这个补充权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挖出一个小句型来 就是It is all very well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but 什么什么什么 It is barely 怎么怎么样 就是对某人来说 做某事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它就不太怎么样了 这个结构拿着来换一个场合 还能说 All very well可以表示无可厚非 对谁来说 做某事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就几乎不怎么怎么样了 咱们类似来说个句子 你在家里穿睡衣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在公共场合就不大体面了 这个睡衣可以用pajamas 这是个美式品写 睡衣两件的嘛 所以后面要加S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pajamas pajamas 你在家里穿睡衣无可厚非 当然我在自个家 我光着都行 但是你要在公共场合 你特别讲课的时候 李老师 我光着讲课 这可能一时间够受欢迎 但恐怕就会被开除了 所以我们在讲课时 不能穿睡衣 穿一跨篱背心不行 所以讲课 李老师要穿正装 这个公共场合就不太体面了 体面可以用什么词 respectable又回来了 令人尊敬的 合乎社会道德标准就好了 咱们造作这个句子 对你来说 在家里穿睡衣无可厚非 it is all very well for 对谁来说呢 for you 去干嘛 to wear 穿pajamas at home 或者in your own home 都行 在你自个儿家 没人玩 但是 but in public 在公共场合 it is barely respectable 就不太体面了 你看这个黄颜色的句型拿过来 咱们完全可以用 既单词不如既搭配 既搭配不如既句型 既句型马上可以套用了 对吧 it is all very well for you to wear pajamas you're on home but in public it is barely respectable 公共场所就不那么体面了 本文中也是 在小说中发生 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说第二句话 to varying degrees we all have secrets which we do not want even our closest friends to learn but few of us have skeleton in its cupboard 这个句子也稍微长一些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句首出现个重要状语 to varying degrees 就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 这个固定搭配可以背下来 而且这个搭配不要换别的词 固定用法 to varying degrees 在不同的程度上 然后呢 we all have secrets 这是第一句话里的主句结构 我们大家都有秘密 我们为什么说第一句话呢 因为后面有一个but 这个but又是个病例连词 连接前后两个病例句子 第一个病例句主干 是we all have secrets 然后后面这个which引导的黄颜色的句子 明显是定义从句 来修饰前面这个秘密 我们都有什么秘密呢 我们甚至不让我们最亲近的朋友能知道的秘密 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 这个不愿意跟别人说 但是怎么样呢 我们之中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在柜中有窟窿 有这么恐怖的秘密 一般人可能没有 这个但是作者真碰见一个柜中有窟窿的 这是为后文这个戏剧的情形做铺垫 好 这个我们先看一看这个重要搭配在不同程度上 to varying degrees 这个搭配希望大家背下来 特别实用 就是在不同的程度上 一定用varying 这是固定用法 咱们看一些简单句子 racism still exists to varying degrees racism 种族主义或者叫种族歧视都行 种族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 可能有的地方轻一点 有的地方很严重 但确实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 你看这个词用的好 我们再读一下种族主义 或者翻译成种族歧视都行 大声那边 racism racism 当然来自于种族 race race 这个名字 我们再看指中国的环境污染 这么一句话 the water of rivers lakes and reservoirs in China was universally polluted to varying degrees 你看描述这个水污染的情况 我们说在中国的这些河流湖泊还有水库 这个水库是个生词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单词的名词的单数当然把s去掉 大声来读一下 reserval reserval 水库 和这些水库怎么样 普遍受到了污染 universally 咱们以前说过 表示世界性的或者普遍的大规模的 普遍的 在这是普遍性的 普遍受到污染怎么样 to varying degrees 当然在不同程度上 普遍都遭到了污染 有的污染严重 有的污染轻微 但几乎都污染了 你看在这里面 to varying degrees 在不同程度上 是不是特别实用 写作中拿过来就可以借鉴 这是要跟亚历山大高人学习 我们都有秘密 什么秘密 我们甚至不让我们最亲近的朋友知晓 这个close friends 本来就是这个亲密的朋友 closest就是最亲密的朋友了 就是我们的挚友 如果是女孩子的挚友 也叫闺蜜 当然跟什么龟灵高那两回事 就是闺中闺友 并不是乌龟那个闺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词 closest friend 闺友 挚友 还有一个词 跟它类似 叫intimate friend 也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我们再读一下亲密无间的这个词 intimate 注意 这个是形容词 形容词的ate一边本来it 不要读成ate 不要读intimate 不对 在那边 intimate intimate 也就是intimate intimate 不一样 在那边 intimate friend 叫挚友 但注意这个intimate这个形容词 没有比较及和最高级 为什么 它本身的含义已经到头了 就是最高级了 最亲密的朋友 还有好多跟它类似的修饰朋友的 比如说boosom friend 叫知心朋友 这个boosom叫心胸 胸怀的意思 它放在我的心里面 是我的知心朋友 我们再读一下 boosom friend boosom friend 叫知心朋友 可以这么说 还有这就差点了 这个朋友叫fair weather friend fair weather 好天气的朋友 什么意思 就酒肉朋友 狐朋狗友 什么意思 你现在好天气 就是现在你运气特别好 有钱有势 这帮朋友 前后左右 把你簇拥起来 一旦你倒霉了 没钱了 呼拉超都跑了 酒肉朋友 好天气它再来 坏天气就跑了 就不见了 我们再读一下 fair weather friend fair weather friend 酒肉朋友 还有像pin pal 或者pin friend 咱们知道就笔友了 这个pal也是朋友 用pin pal更常见 为什么呢 pin pal是押韵的 手韵嘛 单词开头发音一样 但用pin friend也行 叫笔友 但现在很少有笔友了 现在更多的是网友 咱们可以叫internet pal 或internet friend 网友 网上的朋友 这个也行 但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朋友 就在新东方这一个外交 我就跟他说 那么网友叫internet friend 老外在中国待了好点点 他说你们中国人说的网友 应该翻译成internet lover 网络情人 我晚上见网友去 我说你那是开玩笑 我们这个正常的 我们中学生叫的网友 还是internet friend 这个网上的朋友就好了 这老外确实对中国人 这个事很内行 但确实对朋友 可以这么说 我们最亲近的朋友 都不愿意知道的秘密 但是怎么样 我们之中却几乎没有人 few却几乎没有人 贵中有窟窿 但是作者却认识一个 贵中有窟窿的 我们说了 The only person I know who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is George Cotton and he's very proud of the fact 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个 贵中有窟窿的人 就是乔治卡顿 他对此事实还颇以为自豪呢 这个句子得注意一下分析了 你看the only person 是一个名词短语 第一个定义从句是I know I know 修饰the only person 我认识的唯一的人 后面又加一个定义从句 who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在贵中有窟窿的 这个定义从句 修饰前面整个的名词短语 the only person I know 它修饰成分 包含了第一个定义从句 长长的名词短语 这个特殊的现象 是定义从句中一种 比较好玩的 少见的一个情况 咱们把它称为叫 不在同一层次上的 双重定义从句 这两个定义从句 地位是不一样的 咱们看看解释 第一个定义从句 修饰前面的名词 或名词短语 而第二个定义从句 修饰是名词或短语 加上第一个定义从句 这个大大的名词短语 就是先行词 再加上第一个定义从句 构成个大的短语 整个由第二个定义从句 来修饰 这个能理解 这两个定义从句之间 是没有并列连词连接的 没有什么but and 这样的词 因为第一个是内层的 第二个是外层的 两个定义从千套几个 不是并列 所以不加连词 第一个定义从句中的 关系词 一般都是关系代词 做宾语 一般可以省略 你像本文中 the only person 是不是像那whom I know 那个whom 被省略了 确实是这样 但是第二个定义从句的 关系词一般留下 这是不在同一层次上的 双重定义从句 你看本文中 我们做分析 the only person 第一个定义从句是I know 它的关系词 who或者whom 被省略了 第二个定义从句 who has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修饰的是什么 第二个定义从句 who引导的 修饰的是 the only person I know 加上了第一个定义从句的 名词端语 我认识的唯一一个 贵中有窟窿的人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I've ever met who could do it 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 能做这个事情的人 你注意到了吗 这两个定义从句 就是牵涛结构 第一个定义从 I've ever met 是不是也省掉了 who或者whom 这宾格的关系代词 我遇到的唯一的人 后面是什么呢 能够做这个事的人 who could do it 修饰整个 the only person I've ever met 这个端语 再看一个例子 He's the best man I can find who can mend it within an hour 他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人 什么最好的人呢 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他修好的 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人 你看第一个定义从句 I can find 又是省略的关系词 who或者whom 对吧 第二个定义从句 who can mend it within an hour 修饰的是the best man I can find 这个名词端语 这就是不在同一层次上的双重定义从句 百分之中也是这个结构 好 我们未来还会看到 在同一层次上双重定义从句并列 中间有连次连接 那是后话 咱们在后面会讲到 那么在归中有课的事实人 是乔治卡顿 毕竟他对的事实还颇为骄傲 He's very proud of the fact 这个简单 对什么事情很骄傲 很自豪 Be proud of 就对什么很骄傲 很自豪 形容词后面加介绍 我们还可以用它的 咱们以前讲过的 名词形式 第十八课 咱们当代艺术中的电流讲过 就take pride in 对什么很自豪 你应该对你的工作感到自豪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 work You should take pride in your work 都行 这两个搭配大家最熟悉 还有一个更文气的 叫pride oneself on 对某是自豪 注意 在这个搭配里面 这个pride在这 当作动词来用 后面 oneself 是反正代词 再加这次on 再加应该自豪的东西 就好了 注意这个pride 在这是几无动词了 You should pride yourself on your work 你应该对你的工作感到自豪 这个搭配也是可以替换的 这个不妨咱们看一个26颗的句子 126页的第一行最后到第三行 126页第一行后面到第三行 你看这句话 Much as we may pride ourselves on our good taste We are no longer free to choose the things we want 尽管我们对自己良好的判断力感到很自豪 pride ourselves on 对吧 但是我们不带能自由的选择 我们想的东西了 因为广告宣传对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其他的细节咱们在26课中会讲到 这个搭配也是对什么很自豪 pride加反身代词再加介绍 也是可以的 那么读者就对乔治感兴趣了 这个家伙贵中怎么会有骷髅呢 怎么回事 作者唯唯道来 说了 George studied medicine in his youth 乔治在他年轻的时候是学医的 in his youth 在前面出现过 in her youth 也是在十七八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 刚好是在高中大学的时候 当时学医studied medicine medicine表示医学不可数 但是他学医就可以说他是个医科的学生 医科的学生怎么说呢 咱们对比最后一行 课文的最后一行 你看他怎么说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once upon a time 我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学医的学生 叫做a medical student 学医的学生 这可以跟学医studied medicine同时计 医科学生 medical student 好 我们说了 Instead of becoming a doctor However he became a successful writer of detective stories 本该应该当一个医生的 学医的嘛 结果呢 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 侦探小说的作家 但这个也有基础 他研究很多解剖学 谋杀案描述的可能就更加 微妙微笑一些 这也有点联系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However 本该怎么样 结果却如何 这个结构在15课就讲过 今天又是复习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当然后面不加好一味也行 既然本文加上了 我们不妨模仿一下 本该做某事了 然而 结果却如何了 与预期的相反 本该做某事 本文中说 本该成为医生的 结果他 出乎一料成为了侦探小说作家 writer 写什么的作家 后面可以叫off detect the story 就侦探小说就好了 你看这个 世纪 这个经历 特别像中国的一位伟大的作家 大家可能立刻能想到 中学常看的文章 叫鲁迅 鲁迅原来在日本 跟腾野先生是学医的 后来成了中国最著名的一位杂文家 用这个句子描述鲁迅先生 Instead of becoming a doctor However 鲁迅 became China's foremost modern writer of satirical essays 本该成为一个医生的 然而鲁迅呢 却成为了中国当代 一个首屈一指的一位杂文家 杂文叫讽刺性的散文 叫Satirical essays 这个Satirical表示讽刺的计讽的 但一般它指文学体材 用在这个场合用的窄一些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杂文 讽刺性的散文 答上来 Satirical essays Satirical essays 杂文鲁迅写这个 还有我们像李敖 也是写这个文章 比较内行的人 这个Formost叫最棒的 因为它站在最前面 这个Fork在前面 最前面的是头牌的 最有名气的 这么一个 描述鲁迅的经历 也恰如其分 记住剧情 本该怎么样 然而结果却如何了 这是复习 他呢 本该当医生 结果成了个侦探小说作家 而作者呢 亚历山大也是写文章的 两个人的好朋友 他后面说了 I want spent an uncomfortable weekend which I shall never forget at his house 作者说有一次 我在他家度过了一个 非常别扭的这么一个周末 而这个周末 我永远不会忘记 终生难道 I want spent 就是spend 一般过去的事 咱们多次讲过 spend可以表示花费 也可以表示度过一段时间 在这里面 当然是度过的意思 度过了一个 uncomfortable weekend 一个非常别扭的 难受的周末 这个舒服的 叫comfortable 老师说过 不要读comfortable 那个or 是读不出来的 我们先读一下 舒服的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难受的 难受的 别扭的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是这么一个声音 但是周末怎么会难受呢 这个周末是使人难受的 这个地方用了一种 这个特殊的修辞 在英文中 书语叫transfered epithet 中文翻译成 宜旧 也有人叫宜旧 这个不是二姨跟老旧 不是这个意思 移旧就是把本该修饰人的词 用它来修饰事物 脱物以抒情 别扭的周末 就是这个周末 让我觉得很难受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咱们再看一下例子 a sad letter 一封悲怯怯的信 这是托物抒情了 这个信本身不会伤心 不会哭 但读文之后 让我们觉得很伤心 给人的感受是sad 对吧 a lonely night 也属于这个类型 你看中文中也有这个修辞 所以他们读起来 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一个寂寞的夜 中文人也说寂寞的夜 这个也用的是遗旧 为什么 寂寞是人的感受 但这个夜晚让我觉得很孤寂 a lonely night 有这类似之处 中文中也很常见 比如说李白在菩萨满 有一首菩萨满这个词中 上次写过 李白不光写唐诗 他也写过词 平临默默 烟如之日 寒山一带 伤心壁 这个伤心壁 跟本文中的 Ancome的weekend有一拼 B就是绿色 伤心的绿色 绿色怎么会伤心 颜色不会伤心 但看到之后 由于作者心中 当时心中很郁闷 所以看到是惨绿愁红 让人觉得心中很伤感 伤心壁 你看这个刘勇在定风波 一首定风波里 也出现类似的 你看就是我说的惨绿愁红 自春来 惨绿愁红 芳心事事可可 就自春天以来 本来的桃红柳绿 是好时节 但是他是借女孩子的 这个口吻来说 女孩子思念情郎哥哥 一直不能见面 古代就没有视频聊天 怎么办呢 惨绿愁红 看到柳绿桃红 但心中是淒淒惨惨的感受 这是依旧脱物以抒情了 芳心事事可可 事事就每一件事 这个可可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意思 这个可可不是想喝可口可乐 当时没有可乐 就是每一件事都觉得稀松平常 提不起 哎呀没劲呢 就像青蓝哥哥 你看惨绿愁红 跟本文中一曲同工之妙 可以同时记住